猪肉买来的时候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今天分享一个福建宁德的特色美食福顶肉片 Q糖爽滑在家就能做 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瘦肉 把筋膜给它去掉 这样才不会影响口感 筋膜去掉之后再把猪肉切成小块 这样使用绞肉机绞肉的时候可以搅拌得更加细腻 猪肉在切之前一定要放冰箱冷冻一两小时 这样肉片做出来才会更加Q糖 瘦肉切好之后放入绞肉机里面 然后再进行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一小勺白糖 再来一些胡椒粉 再加入几块生姜 再准备一个鸡蛋清 也倒进来 加鸡蛋清可以使瘦肉更加鲜嫩 然后再盖上盖子 把瘦肉搅成肉泥 搅肉的时候搅肉机中途要停一会 这样机器不容易损坏 然后再往肉泥中加入冰水 再继继续搅拌 加冰水的作用是可以使肉泥更加Q糖 冰水要少量多次的加 搅拌成非常细腻的肉泥就可以了 像视频中这样子即可 然后再把肉泥倒出来 先装入大网中 接着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地瓜粉 粉和肉的比例控制在1比0.5左右 这里加小苏打主要是起到嫩肉的作用 地瓜粉和肉泥抓拌均匀之后再进行摔打 这样做出来更加Q糖 口感也更加好吃 这个时候的肉泥就有点粉粉的了 接下来再取一块肉泥出来 把肉泥放在场汁上面 再把肉泥整理成一个薄饼状 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再准备把小葱 把小葱切成葱花 再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再来一勺香油 放入一小把紫菜 一把虾皮 接着锅里把水烧开转成小火 然后将筷子把肉泥挂进来 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 定型之后将大火煮两三分钟左右即可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把肉片煮至漂浮起来 就说明已经熟了 然后再把肉片舀出来 装入小碗中即可 再舀入汤汁 一道Q糖爽滑的福顶肉片就做好啦 肉片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汤汁非常的鲜美开胃 吃起来真的是太过瘾了 相信只要福建人都听说过这道美食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